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一样高度的凉水 将温度调到高火 直到沸腾 同时烧一大壶水带用 在等待的过程中 我们就来切配菜材料 切之前记得将所有的食材洗干净 并离干水分 首先是番茄 摘去番茄的叶子 对半切开 轻轻去除叶子根部 因为它比较硬 不去除的话会影响最后番茄软绵的口感 接着就根据番茄的大小切成四至五盘带用 另一颗番茄也重复同样的步骤就好了 接着是葱 这次用到的葱有两种 九葱和洋葱 其中九葱的葱白 一部分切圈 留作最后的装饰 剩余的葱白和葱鱼随意切成段 洋葱切成快一些的条就可以了 切完后撤睡的牛尾应该也好了 将主棍的牛尾夹除 用凉水冲洗掉粘在表面的浮沫 再瀝干 这下所有材料的准备工作就完成了 准备好电饭吧 将这些材料依次放入 这里我忘记排放黑胡椒粒的镜头了 放完九葱后把它加进去就好了 接着加入之前烧好的一大壶水 水量过过食材再多一些就可以了 我这里加了大概900毫升的水 然后再放入盐 喝番茄酱 稍微搅拌一下 将电饭包调到主状模式 再按下开始 这道菜到这里基本就完成了 在等待的过程中可以去对任何事情 用电饭包的好处就是不需要关照火 虽然需要的时间比较久 但准备工作真的很方便 现在是凉饭时候的样子 这时候就已经可以享用了 牛尾也是比较有嚼劲的状态 喝之前记得加入之前切好的秋葱圈 如果有香菜也可以切碎后放一把 会更好喝哦 我自己做这道汤的时候 通常会让它保温一下午 大概五个小时左右 让番茄的味道完全融入汤里 这样的时长牛尾也会变得非常软嫩 是我认为最好的效果 这一次的电饭包版番茄牛尾汤 适合在悠闲的周末午后制作 晚餐时就可以美美的享用它了 营养美味却很简单 希望你们喜欢 有兴趣的话可以试着做一下哦 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 谢谢支持